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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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不是有道当官的帮扶着 所以你说 我说当官的没好东西有错吗 难怪啊 那曹东这么嚣张 那如此一来 即便是跟曹帮对不公讨 恐怕也没太有胜算 今天若有所思道 曹帮和乌安帮虽然都是民间势力的曹云帮派 可是去也要在曹云司备案 且定期上等的一定付税给曹云司 所以民间曹云组织在某种程度上 也算是给曹云司管辖 所以啊 我才带人去闹了一通 现笑愤愤的 不管怎么样 先报官吧 善关西的 至于我没有用 那是后话 闹了这么一大痛 天下回府时已是傍晚了 小炮帐已经睡醒了 正在闹脾气嚎啕大哭 我的小炮帐怎么这么能哭啊 天下抱起小女儿哄了哄 跟你取名柔子 却没有一点 姑娘家的温柔样 你的可是失算了 小炮帐充电的睫毛挂着泪珠 往娘亲怀里拱了拱 你天天喊人家小炮帐 人家可不暴脾气吗 原大娘笑道 也是 天下点点头 以后不能叫你小炮帐 得叫你小柔儿 我的小宝贝 马上就买百日了 晚上路易回府后 天下并没有把今天乌安邦和曹邦的冲突告诉他 因为他知道 如果路易知道他去拉架 一定会说他的 他肯定不想他去採护这些有些危险的事情 到时候免不了被他一顿唠叨 可是 他以为他不告诉路易这事 路易就不会知道 结果 却还是失算了 一日晚 路易回府后 天下就发现路易一脸不悦 只是因为房里还有原大娘和柔儿 所以他也并没有说什么 张原大娘将柔儿抱走后 天下走到路易身边 用双手摟摟她脖子 怎么了 心情不好吗 出什么事了 你昨天 是不是去草云码头了 路易拉开惊下胳膊 声音里明显在压抑着补月 嗯 是啊 静下心虚地点点头 心里暗暗道了一声糟糕 这事被路易知道 定是唠叨叨他一番了 知道现在外面有什么传闻吗 路易沉声道 传闻 什么意思啊 静下不解摇了摇头 你和谢霄的传闻 静下想起昨日草动那阳怪气的话 看来因为他昨日出境在草云码头 所以又有关于他和谢霄难听的传闻出现了 你知不知道 因为你去给他们拉架 这样的传闻如今越演越烈 那又怎样 心者自清 反正这样的传闻也不是第一次出现了 静下有些没好气的 路易的语气明显在怪他 可是他有什么错 你不是不知道人言可为的道理 当初你怀了柔二时 已经出现这样的谣言 虽然后来那件事情平息了 可是既然已经有前身之鉴 那以后是不是应该在现象问题上多注意一点 我不是在吃醋 也不是怀疑你和谢霄 我只是出于对你 对我们所有人的考量 才希望你在遇到这种情况时 能多考虑一下后果 路易知道 静下有些不高兴了 可他今天必须和他说清楚 他的确没错 可是却有考虑不周的地方 你说的有理都是我的错 我不该对管闲事 可以了吗 静下对得有些委屈 他不知为何 路易在这个事上这般指责他 他是因情况紧急 才正不去拉架的 再说了 他们在那么多人面前坦坦荡荡 怎么还需要注意这儿注意那儿了 你这分明 这是赌气的话 路易照了皱眉 我不是说 不该管这个事 只是你可不可以找流声门的捕快 去现场制止他们一下 为何要你亲自出面 去阻止两帮争斗 信不出是否会有不好的传闻出来 就说这件事本身 两帮那么多男人聚中斗殴 本身就是危险的事 你不该冲进去 可是你想过吗 心跳那个性子能听不快的话 我如果没有人去拉架 恐怕太劲打死人了 我这个人就是这个样子 不像大人 冷漠到可以事不关己高高挂气 我不能看着自己朋友出事 静下冷冷道 你跟我生什么气 路易语气不悦道 能到不是你先跟我生气的 静下冷笑一声 扭头离开房间 路易闭了闭眼睛 重重地呼吸一口气 他知道 他确实对他说话语气态度不太好 可是他也有脾气 在他不能理解他的时候 他也会生气 这件事并不是他小题大做 而是这传闻 既然已经传到耳朵里 就说明这个传闻已经到了有些难以控制的地步 他绝对不允许这样发展下去 这对静下的声誉 对陆府的声誉 都会有巨大的影响 袁大年观察着情绪低落的静下 猜测他可能和姑爷吵架了 刚刚吃饭的时候 跟小两口就没说话 吃完了饭 姑爷就一头钻进了书房 而静下则是去哄小炮仗去了 他本来想问问静下今天到底怎么了 不过跟静下一副不爱说话的样子 他还是忍住了 不过明天就是小炮仗的百日宴了 这些两口这样下去也不行啊 于是乎 尽管看静下那意思 并没有想回自己房间的打算 袁大娘还是催促着他回了房 静下磨磨蹭蹭的走到自己房间之外 心里想着该怎么面对陆毅 要主动和他示好说话 把刚刚的不愉快接过去 可是他现在还觉得委屈和心里有气呢 不管了不管了 不想那么多了 也许他会主动和他和好呢 如果他主动的和好 那也他也肯定不会再端着的 可是当静下走进房间时 却没看到路易的身影 这么晚了 他还不回来 静下胸口有些发闷 如果他有心想和他和好 那怎么会这么晚了还不回房 明明就是还在和他置气 哼 不会就不回了 有本事 一辈子别回房 静下气呼呼的自言自语道 结果他还真的一晚上没回房 静下一早起来 看到身边空空的 心里一直委屈难受 洗漱梳妆之后 下人来请静下去中厅吃早饭 静下来到中厅 路易和原大娘已经到了 静下偷偷瞥了一眼路易 见他没有想和他说话的意思 这火气蹭了一下子又上来了 路易看了一眼闷头吃饭 也不说话的惊吓 昨天晚上他没回房睡 确实是因为他自己的气不顺 他虽然嘴上不承认 可是他后来想了想 他之所以生气 除了他认为惊吓的做法有些欠妥外 还因为他确实有些吃醋了 他昨天在听到那些传闻之后 便派层服去要的情况了 当他听层服禀报 惊吓在一片混乱中冲进去拉架时 他心里除了后怕惊吓受枪之外 还要那么些醋意 虽然他并不会怀疑惊吓和歇乔有什么 不过有的是看正了的人会对惊吓和歇乔的关系往下揣测 他无法忍受 别人对他的妻子有这样恶毒的揣测 可是他能怎么办呢 将所有说闲话的人都抓起来 很狠教训一顿吗 这样的人何其多呀 本来之前怀孕时就已经有了这样的调言 如今再出了这样的事 哪怕是会有更多的人去相信这些了 所以他才希望 今夏在日后做任何事前都能多想想 他的做法会不会带来了你控制的后果 可是他却不理解他 认为他是小题大做 罢了罢了 这件事过去就过去了吧 岳母说的对 今夜可是柔而满百日的一日子 不应该复习之间还这样赌气 他夹起一个荷叶夹 夹了一些惊吓爱吃的豆腐 萝卜丝 刚要递给惊吓 可是他却放下来碗筷 吃饱了 我去看看孩子 说吧 惊吓几身往外走 在走出去起步后 惊吓停住脚步 童也没回说了一句话 记得早些回来 今晚 输尔百日宴 说完 惊吓大不流行的离开了 陆毅心情 瞬间荡到了谷底 江色的鼓鼓囊囊的荷叶夹 放到了碗里 远南人叹了一口气 这小两口 可怎么整啊 有时 客人陆陆续续道来了 还和孩子满月时一样 日子的百日夜 也一样只是请了很少的人 都是关系亲近的朋友和亲人 也就只能坐满两大桌 静下给小炮帐 换成了新宿的小衣服 准备一会儿练习开始 抱他出去给人们看一圈 然后就让奶娘抱回房 姑爷还没回来呀 远南娘问道 没有 他一般要有事政客 他能回来 静下一边对着小炮帐一边说 我说差不多得了 你要和姑爷 支持到什么时候 今天是个好日子 你们 鼻子闹别扭了 远南娘劝道 知道先跟我闹别扭的 昨晚都没回房顺 静下小春嘟囔的 原来是因为姑爷 没回房顺 才这么生气的呀 远南娘笑了起来 这小两口 其实那有什么大矛盾 多是因为一点小事 而纠结罢了 总之 他如果今晚回来之后 主动跟我说话 那我自然不会和他置气了 静下抱着小炮帐晃了晃 过了一天一夜 他的气也剩了不少 他不想再和鹿鱼闹别扭了 对他来说 和鹿鱼吵架 对他感到很难过 他不想让自己 这样情绪低落 静下抱着小炮帐来到中厅 这人纷纷围了上来 逗着只可爱 好看的小娃娃 谢乔宇一如既往 想捏一捏 小炮帐的小脸 可这小炮帐 依旧很不给傻叔叔面子 仙气的别过脸 最后烦了好两嫂子 众人多被逗得 哈哈大笑起来 眼见着 这个暴癖的小丫头 越发得不耐烦了 静下赶紧让奶娘 把孩子抱回了房 静下 姑爷 怎么还没回来 这马上就要开席了 总不能让人等太久了 原奶娘的惊吓 走远了些说道 不知道啊 我让人去北正府寺看看 军下也觉得不对劲 离开中厅去找中博 臣服骑着马 跟在路易身侧 待会地回头看了 野身后的轿子 大人 这个怎么办啊 没办法 只能先按照在府里 路易淡淡道 可是夫人 臣服一想到接下来 可能会出现的散状 不禁打了个哆嗦 今天这么个日子 夫人恐怕会炸吧 他 一想到惊吓 露意谋色凝重了起来 嗯哟 嗯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